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期要为您带来的是由周瑞阳对阵马斯特 周瑞阳是白期 应该说周瑞阳对马斯特的这个无论是 就他跟这个AI的经历啊交手 应该说都是所有切手里面比较有经验的 因为在阿尔法狗当时刚刚出来 就是还属于在这个大家没有很了解的情况下的时候 而且他就跟樊辉有过比较多的这种 关于这个阿尔法狗棋内容的这个切磋 所以他跟其实周瑞阳跟古力九段两位 都是对这个当时的阿尔法狗的这个棋呢 研究了很多啊 甚至还出了一个这种相当于是小的出版物 来专门针对阿尔法狗当时的这个棋来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对于这个AI的下法呢 应该说他们两位其实是最有发言权的 所以这个后来啊到了这个 这个马斯特出来以后 周瑞阳在跟马斯特下完期以后 有些人就戏称周瑞阳为这个阿尔法阳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调侃的说法 但是确实也说明啊 他在这个跟马斯特交手之后啊 也是吸取了很多哎 他马上就可以把他自己变得更强 这个战绩就是比赛当中的成绩 一下子变得很好了 所以有了这个阿尔法阳的这个称号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棋啊 配方是两个小木 之后大飞手脚 挂 可以起一肩 看起来也都比较普通 他是手了个脚 可以起肩 白鞋继续脱线 大家发现就是所有跟 马斯特交手的这些棋手们呢 其实布局的很多棋都是下载新卫 或者是小木 没有出现过下载33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缺憾吧 如果说下33的情况也有 因为我们发现看了这么多马斯特鞋以后 他特别喜欢点33 特别喜欢这个33以后的这个发展的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先把33占了 那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只能现在是个猜测 因为已经没有人这样去跟他对局了嘛 但是可以看出来就是 关于这个实地究竟在哪里 就是我们说这一下一盘棋 究竟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实地呢 当然你说所谓的什么模样啦 进攻啦 攻击等等这些方式吃别人的棋 其实最终我们讲棋根本 根本原则还是比谁的空多嘛 那些都是相当于是花架子啊 最终的核心 我们要把实地拿到手里 才能够获得胜利 所以现在已经就是变成大家在越来越多的研究 究竟每个子的子孝该怎么样发挥 然后怎么样是最有力 可以获得实地最多的这个配置 嗯 讲了这些 我们来继续看棋 把上面糊死 然后轮到白棋 白棋连片 下面也很大 棋 B B 震 小剑 飞 白棋想要通过这种清零的方式呢 把黑棋这边的这个形式给它打散掉 长 就跳 冲了一下 关系不大 拖 拖 拖就是一个要回家的这个 意图 搬一个显然有点过分 搬一个的话 它一段 周围都是黑子 白棋稍微有点困难 实战呢 它是长了一个 呃 黑棋点 这个是黑棋的 黑棋在爬灰 爬灰呢 白棋想便宜它一下 白棋实战是选的这个点 在快棋当中这种棋其实也可以说是不加思索就下船了 因为考验你啊你是粘住啊 那么我就有可能可以扒了上面这点还是先生 可以稍微的欺负一下黑棋 实战这个 AI跟我们人可不一样啊 人有的时候啊 想的给你便宜点便宜点吧啊 就算了 但是AI是什么时候他都会把这个机会啊 拉拉的抓住的 在 在这里呢 就开始了反击 把吃 我们看一下这里往后下成什么样呢 立在这儿 这个局部呢 是白棋 把黑棋 其实是吃掉的 但是黑棋啊 所以它吓得妙呢 就是 它总是让你觉得 你似乎已经 躲过这一波的进攻了 但是回过头来一看 好像觉得 效果依然不怎么样 这棋就是这样 你看起来好像把它吃了 但是它一跳 提掉它 它又扑进去 挡一个 做活 局部其实没活 局部呢 这一点呢 是局部没活 但由于这有个顶啊 可以从这袜粘出去 所以黑棋必须要补 黑棋补一个 白棋呢 也要补一个 这样的这个地方 算是告一段落了 应该说黑棋呢 有效的获得了先手 这个是它的初衷 就是它下任何棋 都是愿意称先手的 白棋活了一个脚 这个脚活的呢 几目棋 但是 在这么早 就获得了先手的黑棋 应该说 还是可以满意的 实际上呢 黑棋是 你把我的脚地破了 我也要把你的脚地去了 这就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 如果这个早早的 白棋都把三三占了 其实我挺好奇 这个马斯塔尔会怎么下的 这首点三三 很大 停掉一吃 黑棋的先手在这个地方呢 取得了一个定型 把这个地方型定掉了 白棋呢 会来到脚部的实地 感觉上黑棋还可以 应该是 黑棋公白棋 这个也是 它早早就 这边它之所以啊 下成这样子 它这个地方就是要 跳在这个地方 让你整体不活 来进攻你的 白棋肥 这个地方现在没有冲断 这个两个字正好有用 黑棋是 挂 在这儿交换了一个 另一步 下一首棋呢 这个马斯塔尔展示了 它的力量 可以说 这么多棋里面呢 它都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这种 所谓的秀肌肉的手段 之前都比较含蓄 很多时候都是 用温柔的一种方式 在跟你拉锯站 然后通过拉锯站 你犯错 然后它就获胜了 基本上 国手们跟它的这个 基本上也都是白手吧 白手左右呢 就分出胜负了 基本上都这样 这盘棋很有趣啊 这个时候它使用了一个 比较凶的下法 这就不是普通的这里啊 我觉得如果对它了解的话呢 大概下在这儿是 似乎是 AI比较常规的下法 实战呢 他们是这个 这招就厉害了 这招就凶了 仗着自己周围子多 针子也有力 断 所以看得出来 它这个时候 对于局势的厚薄的判断 它认为自己 用强 可行 白鸡现在没有 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打吃完 这边又蒸不掉它 那你这棋不好下 实战呢 它是拐了 算了 但这下 被黑鞋为的头 车底的 把你给偏过去呢 还是便宜不少的 跳 继续跳 黑鞋没走了 黑鞋坚冲 黑鞋白子丽呢 现在就 目光 这边已经下完了 对它来说 现在它下这边了 这一串 感觉上黑鞋不错 因为黑鞋很紧凑 这个紧凑 就是效率高的代表呀 这个 可能让好者朋友们 没有这种很 切身的感受 但是对于职业器人来说 任何棋 能下紧凑 绝不去松散 就是你这个紫的结构 能够 一个紫发挥 好多紫的这个作用 绝对不会 走一手 对方不硬 你再走一手 对方还不硬 那这个棋太松了 就是我们军上说的 你这赢多少 你才能这样下呢 就是 这个就是很紧凑的 一个代表 像现在这样呢 白棋其实 实地啊 基本上已经固化了 不可能说 多特别多 所以还是选择战斗 所以 黑棋这个时候 把它靠断 这个比较果断 把它走到 应该说呢 白棋觉得 这两个不是很大 你还非要吃我 现在我冲完之后 这有一个蒸子 那我就有个影蒸了 但是黑棋觉得 也没关系 你有影蒸 我也不怕啊 吃掉我们这两个 我就全厚了 全厚的威力 它觉得比较大 白棋的脚 就是为了 这个地方冲 所以黑棋走得 也很稳当 掐 白棋等于是 在这个脚上 获得了一定的 木属便宜 但是中央的这个棋 确实也被黑棋 吃掉了 黑棋 冲 在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 并没有活 这一串子 别看 走的子挺多的 但是其实并没活 断 把这个冲的 这个余味 是彻底的补住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 白棋 是在努力的追控 我们看到白棋 把这个地方 收除完之后啊 应该说 实地上 白棋 是有所得的 但全局的 它变薄了 这块棋 其实没活 也是一个隐患 但是顾不得那些了 现在 更重要的事情 是在更空旷的地方 这个棋 应该说 罪不至死 还不至于死 但接下来 阿斯特要下来 很好的好棋 走什么了呢 靠 它总能够在 骑行里面啊 就是 我们感觉很复杂的东西 它总是能够给出 最精简的答案 这就是它的 厉害的地方了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从这儿 冲了断呀 是不是接下来 怎么复材战斗 你要想很多 但是AI都把这些 它认为 不怎么胜率 高得起 它都已经给减之 就是去掉了 简化板啊 就是一靠 靠你说斑 那它就一立 顿时发现这骑 白骑动弹不得了 这局部已经没法挡 挡被断了 实战呢 这又粘 当然这个也是 比如说这个 快骑当中啊 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子 一下子 不知道该怎么硬的 这个情况 但这一袋的定型 肯定毫无疑问 又是白骑亏了 因为目数没有 不说 你刚才本来走这个 是要吃掉这个字的 这地方是有潜在的时空的 转眼就全部被黑骑跑了 全部跑掉了 白骑为什么要飞这个呢 很简单 他还觉得自己这块骑啊 有点孤单 不敢把步子迈得太大 不敢硬下狠手 那现在这个骑在呼应这块 所以他也是 看着好像 不会死 但是他要付出很多 其他地方的代价 因为你总是 心里面要牵挂着 你这块大楼 这个差距呢 其实现在就已经 慢慢的出现了 产生了 大骑 白骑呢 继续在这边抢控 黑骑走 其实现在黑骑都没有 在进攻 白骑这块不活的骑了 只是威胁一下他 但是形势呢 白的也不太好 黑的一飞 我们看 这个地方 你有薄弱的地方 上面这块 现在也是 已经完全归路 被我给阻断了 所以白的 应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 实战走了几个 又没有走对 这骑靠了一个 也没有走对骑行 被一尝 尝完之后 一双 走 这个 对方点一个 下的也是很好 先顶住 下一会儿 过一会儿再一点 这地方没有演 白骑这代都没有演 现在就靠这个地方活 这个骑实在是 难度细数有点太大了 所以后来呢 也是交换了几招之后啊 也就中盘认负了 这盘棋呢 为您带来的是 古力九段 对着MASTER 古力九段的黑棋 第六十局呢 也是整体 这个MASTER在 网络上 跟这些棋手们 对异的 最后一局 所以当时这个机会 可以说也是 非常的宝贵吧 他有一个 小插曲 是最后一盘棋的时候 之前这个唐伟欣 还专门跟古力九段 申请 说这个他想申请 再下一盘 古力九段跟他说 没办法 已经安排完了 这个就没下上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没下购嘛 肯定希望能够 多跟这个MASTER交手 但是实际上 MASTER下的这六十盘 虽然说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谷歌他的这个用意 到底是什么 因为 其实 每天啊 据说这个 当时在阿尔法购的时候 每盘起 他所需要支付的电费 都高达三千美金 如果是用这个成本来说的话呢 其实他有点合不来 所以 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目前不知道 对于谷歌公司的下一步计划 不知道 但是他在这六十盘起啊 也是基本上 下了六七天的时间 在这网络上面啊 这个对局的量很大 给大家带来了 这么多的内容啊 是非常 其实是值得大家去 好好地吸收消化的 这是最后一盘起了 我们来看看 这盘起的这个 古力九段呢 是下了什么样子的布局 好 下一首棋 他来兼冲 这个很显然 就是已经看 Muster下的比较多了 把它摸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呢 反而是要来用 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 对于这个棋 让我们觉得 哎 眼前一亮的 无论是思路 还是手段啊 就是想跟他 来交流一下啊 用这种手弹的方式交流 贴 走到这个地方啊 跳 这不是Muster最爱的下法 实战的Muster是 很直接的 直接就来作战了 在这个地方 一般我们都会脱先 或者是 走到的地方嘛 或者是加一个 好像比较常见 它是挖 直接来求战斗 但是这盘起呢 其实也从后面的 很多手段里面 看得出 这个鼓励阶段 是刻意的 呃 可以说是 回避了自己 这个人类起手的 思维模式 专门套用 Muster的思维模式 在跟这个 白棋在交手 呃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跟他交流嘛 用他的这个 思维模式来 跟他交流 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 这期现在黑棋 走得很潇洒 走在这 白棋呢 是很稳健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很大 换成 黑棋 无人走这个 还是走这个 啊 所以当然也很大了 抢占了一部大场 但是这个 哎 也是眼见的一部 好棋 白棋之号呢 相比来说 有一点难受的 帮助黑棋 把自己走后了 飞 黑棋也飞 这时候冲断 很显然是有点过分啊 不不太适合冲断 先飞 白棋没走了 白棋在这边呢 开始夹击黑棋 为什么说这盘棋 使用的是 Master的思路呢 使用的是电脑 AI的思路呢 就是从后面的几手棋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往空中行棋 啊 这个 想要在空中的 这个宇宙当中啊 展示一下 看让这个Master看看 他会有什么样的办法 挂 跳 黑棋呢 把子都下来外面 现在这两个子 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力了 把这个棋吃掉了 走 走 铁三三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双飞燕定式 就是可以说 如果觉得靠长 靠哪边都觉得很复杂的变化 那选这个一定没错啊 这个走完之后 就可以拖鲜了 针鲜手 冲 我们看黑棋 好像越来越有了一个 连贯的思路 在这个 现在的这个布局当中 是什么思路呢 就是好像在经营中央 把这个白棋冲断下来了 现在我们看 黑棋就有了这种 好像有一个 很大潜力的这种可能性 白棋没有在家直接作战 它是先例 这个是要点 你被这黑棋一搬 就马上 形状就坏了 粘住 走得很厚 不距离于小节 就现在我们看黑棋的下巴 把这个牢牢吃住 这边发展的潜力很大 相当于 相当于啊 也是把润蹄抛给了白棋 看看白棋你会怎么样下 肥 其实下一手机就是 其实也是 刚才我说的这个是连贯的 就是用AI的思路去思考 这招机如果是正常情况 我觉得应该不会下 因为 毕竟一眼看不到什么特别大的价值嘛 这个地方是有个冲断 但是可能会补在其他地方 也许会直接经营这块啊 都有可能 这手机呢就相当于是 已经很豪迈的感觉了 中央 就是叫什么 抑郁 就是剑指中央啊 就把这中央 我都要给它控制起来 现在中央全是黑棋的 感觉上 应该黑棋形式挺好的 不错 挂脚 黑棋吓得也是非常潇洒 真冲 完全是我觉得 把黑白双方颠倒过来 这个AI是黑棋 我觉得我都相信 吓得非常的潇洒 这中间感觉 这下都围上空也太大了吧 搬 搬的时候 挡一个 其实已经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黑棋在干嘛 黑棋在进行中央 这个子已经完全就是 如果说需要弃的时候 随时他都会把它弃掉 为了中央的这个利益 搬了一下 那之后 你看现在黑白棋挡住嘛 黑棋就 舍掉这个新位的子 黑棋在这里长 这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要成中央的孔 断 说到这里呢 其实也有一个 这个职业器有关于AI的这个研究 就是大家也思考啊 到底他的弱点在哪 这个器怎么能够突破它 虽然说我们到目前为止 一盘都没有赢 但是也确实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啊 想延续 他真的不是像大家所盲目崇拜那样 就是一点弱点都没有嘛 也有点难以置信 所以也在找他的问题 最后大家总结出来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 你要成大模样 让他进来 他进来之后有可能犯错 抓他这个弱点 然后来 想办法赢他 呃 呃所以我觉得这盘琴呢 鼓励九段就很好地运用了这个思路啊 就是成大模样 然后呢 然后呢 等他进来 犯错 啊 一举把它给拿下 打拔 这些这个空确实是特别的大呀 看得非常的诱人 但是就是很遗憾啊 当黑棋都已经这样子去 相当于是 最大限度 最过分的方式 来围这块空的时候 白棋居然还是无动于衷 他也不进去 这就 这就是等于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想要在他进来之后犯错 来打击他的这个方式呢 又落空了 呃 没有成立 但是呢 有时候又会觉得 那这样子 我都围这么大了 这个AI还是有 觉得自己胜率 有把握吗 哎呀 我们来看看他的后来后续 哦 在这个之前 黑棋先尖了一下 就是先手 退 好 扳 这个地方感觉好像 去形有点分裂 但是呢 还好 这地方没什么事 把自己走活 黑棋能爬过 黑棋爬过之后 其实下一手这个挡下来 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实际上呢 白棋在这儿就出手了 出手了 冲断 呃 刚才没走 但现在这儿有了个帮手 他刚才这一招棋 其实是 有一定作用的 现在呢 他就 就来了 黑棋这个时候 如果退呢 他一走就把你吃了 这个不肯 他实际上是打 选用了一种最狠的下法 是什么呢 从里边贴 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段的子 我要让你成为死期 那是不是又符合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呢 当他进来 然后想办法 利用他犯错 然后把他给拿下 这个子看 有没有可能 如果这个吃下的的话呢 那白棋确实亏不少 走成这样了 白棋呢 从这里搬 这个 这个Master实在是 太鬼了 他 他从这个地方搬呢 当时这个 古力酒店就没看出来 他要干嘛 那就把它断了 这也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进来 我都把你拿下 然后看你怎么办 但是很遗憾 这盘棋的这个Master 计算的太深远了 打一下之后 其实这个粗粗一看呢 觉得真的没什么用 这棋 你反正这个地方 你跑不出来吗 这个是一番气井 你的断都是后手 都没有用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下出了这一招 这招一下 其实这盘棋的精华呀 也就是 也就是在这手棋上了 他这个很狭小的局部当中 本来应该是白棋死的 现在瞬间 可以说出了 一个天目 应该是远远不止的 这就出棋了 什么棋 如果说冲吃 好 我一打吃 你一粘 我把这棋就粘住了 大家注意 我这棋已经 你已经蒸不掉我了 然后 黑棋有可能 自己的生死还是问题 因为这马上也要吃 这块都已经进来了 这就崩溃了 那可能有爱好者说 那我刚才直接冲 达不到这个同样的效果吗 我也是冲进来呀 问题是现在 对方不会去吃这一下了 这个黑棋一定是吃这个 你如果长 他就把你吃死了 你如果从这里断吃 当然他不会去提这个 被你吃了 他从底下一掐 有没棋 就这两个子 也依然是死掉的 所以这个靠呢 就显得对这个棋型啊 非常的敏锐 这个白棋一下子就 在这个地方 把这棋就走活了 黑的没有办法了 如果拐吃这个 它一粘 这边有断吃 你补这个 我就算搬出去 这也已经把你这棋筋吃了 等于现在一靠呢 竟然意外的 黑棋已经没有应手了 在这个局部 所以实际上也没有办法 这属于非常无奈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是这个 那我们看 白棋把这个棋就搬死了 这个一出一入 可是差多了 这个瞬间 这个黑棋的贴幕 就已经不可能贴出来了 还需要补呢 自己也得补一个 这个白棋就已经游刃有余的多 底下一飞 基本上是全盘最大的 它都走了 接下来 接下来的收束呢 就相当于就比较 对它来说 就是对这个 马斯特来说 已经没有难度了 因为它的局面 它的空已经够了 这一代所获得的这个利益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是没有办法 这个 他就是会犯错 你有什么办法呢 当他搬的时候 其实肯定只有退 只能退呢 就是稍微退让一点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画面啊 就是你又没看出来 对方有什么棋 在多少声当中 时间很紧 又面临选择 那这个时候你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它给断下来了 想着呢 是 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决一生死 但没想到呢 这个AI下的特别的好 这个地方 打了一靠 下的非常的简密 这棋就写出了 后面还下了一些 但是基本上 跟胜负无关了 最后呢 白棋是2.5目获胜 实际上啊 这个棋 从布局开始 应该说黑棋下的都很好 整体的感觉都是 气势很宏伟啊 下的非常的漂亮 但是可惜 就可惜在最后 这临门的这一脚上了 所以就是跟 机器下棋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不能犯一点点错 丝毫不能够有一点点的 懈怠 有一点懈怠 这棋就不行了 呃 最后呢 这也是比较遗憾的 六十盘呢 没有人能够获胜 这番棋呢 就给你加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